蒙娜丽莎失窃后 当时著名的犯罪学家贝迪雍 在画框的玻璃上 曾发现了一个左手大拇指的指纹 事实上 警方曾经采集过 蒙娜丽莎盗窃者的指纹 当时只需要对比一下 那凶手很快就会爆 但是贝迪雍搜集的信息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巴黎警方的关注 他们将所有的经历 都用在调查那些有名的 艺术品犯罪警 结果到头来都是瞎着点灯 来回来 与巴黎警方相迷 武和平坦没有错过 任何一丝一毫的线索 经过实地走法 他们发现 盗宝贼曾经提到的铁路分局 武汉大学之间并不一 都在三公里的范围 更加巧合的是 武汉铁路分局的对面 就是一个巨石机关 这样看来盗宝贼之前 住宿时登记的武汉铁路分局 自称是武汉大学教授 利用军车牌作案 都不是同意 他一定是对这个地方十分的熟悉 所以才在不经意间留下来这些现象 嗯 嗯 嗯